午睡可能影响寿命 医生提醒,过了55岁,牢记午睡,三不要 长时间的午睡或过度频繁的午睡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质量 导致入睡困难、睡眠中断和早醒等问题 这种打乱了正常睡眠周期的现象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 进而对寿命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 过了55岁的人在午睡时应牢记以下三不要 一、不要午睡过长 过度延长午睡时间可能会导致夜间睡眠质量下降 建议午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一小时之间 避免超过一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午睡 二、不要午睡过晚 午睡时间应该控制在下午的早些时候 最好在下午两点之前完成 过晚的午睡可能会影响晚上入睡的时间和质量 三、不要午睡过频繁 平凡的午睡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睡眠节律 影响夜间睡眠 建议将午睡控制在每周二至三次 而不是每天都进行午睡